我也等你 等到你最后一刻 你想通了都在你一面之间 这个门还没有关起的时候 我们总是还有所期待 对于蓝白河我们展现出最大的一个诚意 风声雨声 喊话声 声声入耳 国民党对蓝白河展现最大诚意 喊话柯文哲遵守承诺赶快上火车 我只能这样讲吧 也许这两天 这三天 柯主席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我知道来自他的家人 来自他的一些幕僚 叹了好大一口气 党主席朱立伦也替柯文哲说话 不放弃最后机会 希望能靠这份温情融化柯主席的心 如果蓝白河破局 恐怕让赖清德做梦都会笑 不止蓝白双书 对民众党的影响恐怕更大 就是失去了体验联合政府 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往所谓内阁制的方向 这是柯文哲的所谓参选总统的一个理念 蓝白组成联合政府 民众党员望获得副总统跟部分内阁 立伟席次也有望增加 但如果柯文哲应选到底 这些恐怕都化为乌有 合作双赢不合作双输 柯文哲恐怕变成没有任何职位的在野党主席 让民众党有泡沫化危机 反观国民党还保有14席县市首长 2024立委席次也有望增加 影响相对不大 对于未来国民党在在野阵营 监督执政的力量来讲 可能会有一点受挫 下一步是迈向总统府 还是再等四年 柯文哲得好好算算 对他跟民众党怎样才划算 欢迎讯会客观成 但全还在台北采访报道 重磅消息 我们欢迎一把刷的播出时间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间十点 现在改到晚间九点 请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们欢迎一把刷